本期话题 真实的毕马温 毕马温呢 就养马的官 我估计知道这三个字的朋友啊 基本都是从西游记上知道的 因为孙悟空呢 当毕马温呢 是他的一段黑历史 在裴唐僧西天取经路上啊 这黑历史总被妖怪翻出来啊 羞辱他 甚至呢 就天上的神仙 有时候也拿这事调侃他 你个毕马温 你个毕马温 孙悟空很不爱听这个 那孙悟空的黑历史呢 有人说他被如来佛祖 压在五星山底下五百年呢 其实压五百年这事 孙悟空自个儿还觉得挺娇 你看他总挂在嘴边 我是五百年前大闹天宫的孙悟空 他要大闹天宫 就说他说我是大闹天宫 孙悟空就完了 干嘛还非得强调这五百年呢 是因为他得意 这为啥呢 谁把他压到五指山下五百年呢 那是如来佛祖啊 就说如来佛祖亲自动手才能收拾了我 那是这是我的荣耀 所以说这个事的孙悟空呢 觉得呢还挺光荣 那么他真觉得羞辱的历史呢 就是这事被这个太外金星和玉皇大帝啊 骗得当了养马的小官 当了毕马文 而孙悟空第一次被招安的时候呢 很天真 玉皇大帝让他上天养马 太外金星就忽悠他 说大将军管天兵 你管天马 你们一样厉害 设施不深 孙悟空啊就信了 认真真地养马 管得挺好 把天马养的啊 这个标肥体壮的 结果开了个攀讨会 他才知道 自己这官职啊都不入流 所以一气之下 这次有后来的大闹天空 那么毕马文这个职位呢 历史上历朝历代都有 真有 而且这个职位呢 里面有很多说道 跟西游记里记载的可不一样 今天咱就给大伙说说 历史上真实的毕马文 那首先咱得说 这毕马文是怎么来的 这毕马文不是随便起名 吴承恩这么安排啊 是有理论依据的 说为什么孙悟空一个猴子 能成为养马的官 这就跟毕马文的起源有关系 在这个晋书郭仆传里边 记这么一个故事 这郭仆呢 是近代的一个风水大师 也被称为风水师的鼻祖 有一次呢 他去当时的大将军赵顾家里 结果照顾不让他进去 为啥呢 首门说了 说我家将军呢 有一匹心爱的马 刚刚咽气死了 大将军正伤心 谁也不见 郭仆一听乐 这么点小事还至于伤心吗 你来来来 我动手 我能把这马弄成活马 说这马都死了 我就擅长死马当成活马医 死马当成活马医 典故就从这来的 他怎么弄呢 这郭仆说呀 你找二三十个身强力壮的人 一人拎一条长杆 一直往东走 走三十里地的地方 有片树林 树林里头有个土地庙 你就用这长杆 敲打这土地庙 一会儿土地庙里 就会出现一个小兽 你把这小兽抓住 回来放在马旁边 马就活了 照顾一听呢 说反正马都死了 试试呗 就派人去了 还真抓住一个小兽 什么呢 就是个小猴子 小猕猴 到家以后呢 这小猕猴啊 对着马鼻子吹了口气 马就活了 把这照顾乐得不行 给了郭仆好多财宝 还留下这典故 就死马当活马仪 所以后来 古人养马 在马圈里头啊 都拴一个猕猴 实际上 他在马圈里头 拴这个猴啊 是有科学道理的 不光是为讨着口才 为什么呢 你看平常 这马呀 你要不用他 也不用他赶路 也不用他打仗 马平常在马圈里待着 运动量就不够 就泛懒贪睡 就容易呢 生出一些瘟病 之类的毛病 那猴呢 在马圈里待着 他一点老实劲没有啊 整天上算下跳的 这把这马呀 给割了的就睡不着了 就得跟着这猴啊 左左右闪的 所以这避马瘟呢 实际上是什么意思 是能够 躲避马的瘟疫 避开马的瘟病 是这个意思 避马瘟 所以你不光看马 这猴呢 还能驯马 古代的好多马呀 都是从野马驯出来的 那安全措辞有限 驯个野马 你摔死几率很大 怎么办呢 用猴子代替 把猴驯好了 然后让猴子 骑到马身上 驯着野马 那猴子多灵活呀 根本也不容易挨摔 再说山野猴子多的是 那时候也不是毛活动 你摔死的也不心疼 所以你看还有一件事 能证明这个 好多80后小时候不睡觉 家长就要这么吓唬他 你再不睡 大马猴子来抓你了 要不然说小孩淘气 说你跟个马猴子似的 《红楼梦》第28回里面写 《星九令》 就说花花太岁 薛潘呢 《星九令》就闹出一句 女儿仇 袖房里窜出个大马猴 咱们都知道马猴这个品种啊 是非洲才有的 那为啥咱们自古以来就这么流行马猴的说法呢 因为这马猴啊 不是那个非洲的马猴 咱这马猴是指啊 驯马养马的这猕猴 文雅点呢 叫马就狐孙 所以这马猴指的是在马圈里的猴 所以说 毕马温之由来呢 既有民俗依据 也有科学依据 那当然了 羊马呢 光拴个猴肯定不够 那还得有人类的管理和监督 所以从西州开始呢 就专门管马的官 那时候呢 不叫毕马文 西州的时候 羊马的官统称为牧人 就放牧那个牧 这时候对羊马官的重视程度啊 还不高 到了汉代 羊马的事就成了头疼大事了 为什么呢 汉代时候要跟匈奴打仗 跟匈奴打仗 你在草原上打 你得有骑兵啊 骑兵呢 羊马太重要了 所以汉代时候 羊马事越来越重要 羊马的官职机构西化很多 中央呢 设有五间 有监长 监城 地方设有六目 有院令院成 这以后呢 羊马官越来越受到重视 机构越来越多 但说到底呢 其实呢 就两官 像监长 院令 这样的 叫大毕马文 他手底下干活的 具体羊马的 统称为小毕马文 这大毕马文和毕马文 小毕马文呢 那可以说是天上地下的差别 这大毕马文呢 吃香 虽然说不是什么特殊流的官 但特别受皇帝重视 特别容易飞黄腾荡 你比方说汉武帝时候 汉武帝特别重视战马 就说跟匈奴打仗嘛 汉武帝那是对匈奴开仗 开的是很厉害的 所以说汉武帝那个时候 对马也特别重视 汉武帝没事呢 他就去巡视战马 有一次在巡视的时候呢 一个毕马文牵着马呀 从汉武帝面前走过 一看这马 长得标肥体壮 啊 很漂亮 汉武帝又高兴了 再一看这毕马文呢 目不斜视 沉稳淡定 他就更高兴了 所以对这个毕马文就很重视 把他封为啊 驸马都尉 驸马都尉 驸马不是公主丈夫的意思吗 那时候还不是 在古代呢 这驸马 在汉代时候是什么意思呢 皇帝出行的时候 不得坐马车吗 皇帝坐的马车叫正车 其他随行坐的马车 都叫副车 而掌管所有副车的马的官 就叫驸马度位 其实也是大毕马文 这后来怎么变成了 公主的老公叫驸马了呢 那是因为从三国时期啊 和宴开始 这个和宴呢 娶了公主 那会儿娶了公主呢 往往呢 皇上说 你就因为成了我姑爷了 我得给你官 得给你地位 但是还不能让你 拥有太大的实权 人家说 好像靠着结婚就上了 所以给这驸马度位呢 你虽然是管马 你不管人 就你没有多大实权 但是呢 跟皇帝又特别亲近 这个位置又很重要 所以从魏晋以后呢 由于何晋何彦呢 娶了公主 被封为驸马度位 后来公主的丈夫 干脆啊 都被称作驸马 所以这是驸马的由来 那么刚才我说 这汉武帝 把这个 毕马温封为驸马度位 这毕马温是谁呢 在历史上 这人很有名 叫金秘迪 说金秘迪受宠到什么程度呢 连他儿子都被爱无及无了 常常跟在汉武帝身边 随家侍奉 汉武帝对他 比自己儿子都亲 经常呢 这小子从背后 抱着汉武帝脖子 吊着玩 你说哪个皇子敢这样 后来因为太受宠了 金秘迪的儿子长大以后 是飞扬跋扈 干了不少坏事 被金秘迪给大一灭亲了 汉武帝为这事呢 还流泪不止呢 这么受宠 汉武帝临死之前呢 就任命金秘迪为辅政大臣 可以说位级人臣 那么当时 另一位位级人臣的辅政大臣 上官杰 也是从避马问题上的 不过上来的原因 跟金秘迪正好相反 不是他养马养的好 是养马养的刺 说上官杰养马的时候 不上心 赶上一次汉武帝呢 大病出狱 去巡视马场 就发现了 说你这马养的 怎么这样呢 一个个兽骨临巡的 跟大病出狱差不多 跟金秘迪养的马 这简直 潘入云泥 就把上官杰叫来了 你怎么回事啊 能不能干了 不能干你就死去吧 把上官杰吓坏了 趴在地上痛哭流涕 要说这上官杰反应 是比较快的 一边哭一边磕头啊 把理由就编出来了 说皇上啊 我不是故意 把马养成这样的 我这不最近 听说您有病了吗 而且这病不好治啊 我日夜为您担心呢 我都哭啊 我还哪顾得上看马呀 这么不靠谱这理由 这汉武帝就愿意 听着刘旭拍马 就信了 还把这上官杰呢 当成心服了 临死时候 也把他封为辅政大臣 当然了 不光是汉武帝 有重视大毕马文的习惯 历朝历代都如此 你比方说 这个唐玄宗时期 有个叫王毛仲 他本来是唐玄宗的家奴 后来就是因为杨马呀 功劳作助 被封为大将军 还有唐苏宗时候的 宦官首领李府国 也是个毕马文 因为杨马有数啊 而得到生前 最后都能达到 控制朝政劲 控制皇帝的程度 所以说历史上真实的大毕马文 那是相当威风的高官权臣 那么小毕马文 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机会呢 那可不是 小毕马文可遭了罪了 咱们说一打仗 损失的不光是人 还有马 所以咱们之前讲过 历朝历代 如何催婚 如何增加人口 这是皇帝工作重点 同样 如何增加马口 就增加马的数量 也是皇帝特别重视的事 那如何增加马匹呢 这事呢 就得交给小毕马文们操心 甚至呢 这个小毕马文 能小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具体的平民百姓 在平民百姓里 有不少小毕马文 你比方说明代的时候呢 因为连年征战呢 军马适风匮乏 军马的匮乏呢 直接影响到明代军事扩张 那怎么增加马的数量呢 一种新型的马政 由此产生了 就是把增加马口当作赋税任务分配下去 主要有三种办法 第一呢 叫户马政策 按照户口比例征马 第二呢 叫种马政策 按照这人头比例征马 第三种是寄养马政策 按土地多少征马 具体做法呢 就把马发下去 个人领到马之后呢 按照户人或者地 三种方式 每年你得上交小马军 交不上的呢 罚款 交上去不合格还不行 本来朱元璋在定这个办法的时候呢 是要求啊 你要是养马的人呢 就可以不交粮食税了 但是说的寒糊糊 也没具体说是彻底不交 还是少交多少 所以地方官这些贪官都钻控了 就让这些平民币马温们 你既得交马还得交粮 咱们说这对平民币马温来说呀 这负担太大了 一块地 你得种粮食 还得种马草 还得流出自己的口粮来 还得流出置换家用的粮食吧 所以这些个平民币马温是苦不堪言 怨声载道 那么这么严苛的马政 马口增加了吗 倒是增加了 每年的增长率呢 几乎都能接近20% 但是时间一长 你保不齐官兵民反 这些人活不下去 所以到万历年间呢 这个马政终于改了 马户呢 不用养马了 改交呢 和马同等的价值的银子 马价银 然后国家再拿银子呢 去跟蒙古那些地方买马 这个专有称呼就我刚才说 叫马价银 这样一来呢 专门养马的泰普斯 手里头一下多了很多银子 他们负责呢 养马和买马 可是马增加了吗 没有 为什么呢 有大量马战银的泰普斯 成了国家的唐僧兽 买马的款项啊 被这个皇帝无限制的挪用 明神宗时期呢 神宗就向泰普斯借15万两白银 给边方军人开工资 泰普斯少卿就回了个奏纸 说皇上您不能这么不讲理 您看呢啊 我给您算笔账 万历18年 打蒙古人 皇上您跟我们借了160万 打沃寇您借了560万 万历27年呢 发这个边疆地区啊 军人的工资 您又借了50万 平定杨英龙叛乱 您借了33万 反正林林总统这些年呢 您跟我们呢 得借有上千万了 到现在我们手里头有多少钱呢 账上就27万了 您还要再借15万 那万一边关打仗 我们拿啥去买马呀 神宗看了奏折挺感动 哎呀 你这账算挺明白 那算这么明白 这么的吧 那后来这个地方的一些 这个扫民族来上购时候 那咱得回礼 得给银子 这银子也你们出吧 你瞧瞧 你瞧瞧 这账算的 越算越亏了 但皇帝一张嘴 惊口欲牙 谁敢反驳 那泰普寺的银子 总是被有介无还 买马先从哪出呢 只能继续压榨平民壁马温 那壁马温被压榨很了 就只能反抗 所以后来 明朝加进五年 就出现过平民壁马温 拒绝养马的时间 所以说这小壁马温 比不了大壁马温 是个不入流的苦差 是非常遭罪 可以说在古代交通用马 打仗用马 特别是咱们古代王朝 主要是在中原地区 外地基本是游牧民族 骑马打仗民族 所以马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因为马的重要 所以养马的官 才有两个极端后果 大壁马温接触皇帝机会多 能表现自己 能争取到升官发财的机会 而小壁马温 却承担了马政的一切弊端 承担了马政的一切后果 苦不开眼 这不得不说 这是古代制度不完善 皇帝有时候也不能下达视听 才导致撑死官 饿死民的惨痛后果